灌手機具進場施工 工人馬不停蹄的趕工當中 從今年8月17日起 前鎮渝港周遭的路面 和警官建設開始動工 高雄市副市長林清榮 也親自到現場視察緊盯緊度 前鎮渝港新風貌的計畫60億 60億的部分裡面 它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擔 26.3億的工程 所以我動員了各局處 那麼在渝月署的指導之下 它有主效的功能 第一個我們共同是由漁業署 營建署跟市政府共同負擔 那麼我們在這個作業裡面 也別忘了有漁會出資有9000萬 所以這60億的整個的進行 是要把整個的前鎮渝港 成為一個最新現代化的觀光隱性的 但是它仍然是遠洋渝港的重要基地 前鎮渝港是高雄漁獲進出口的重鎮 但經過多年接到老舊 證明也不足 因此將港區內的人行道 進行景觀改善 也將兩棟大樓的實體圍牆拆除 並且結合5G建置智慧路燈 期盼吸引更多觀光客來到前鎮渝港遊玩 第一個多功能行銷中心 然後國際村 因為有國際漁港要尊重人權 然後再來是所有的漁港要加深 加郡加深 再來是漁店岸店通通要把它裝修化 另外呢我們有兩棟建築物呢 一個是叫做漁會大樓 一個是叫做我們的漁服中心呢 全面拉皮 再來是指說在這個地方裡面 你們現在所站的地方叫做東二路啊 會嶄新的成為一個叫做人行徒步道 長度100公尺寬度30公尺 樹木有100多棵 美化港區吸引更多人潮 高雄市議員鄭光峰與陳志舟 十分看好前鎮渝港未來的發展 但同時也提出希望市府能夠妥善安排交通的問題 特別是停車的空間必須規劃的更完善 湧進漁港的這樣的一個觀光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品質 包括那個大樓可以看到夕陽 可以去吃漁貨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帶進來 那當然在這整個湧進的人潮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整個交通的停車位置 能夠細部的規劃 不要造成一個人潮的一個擁擠 還有車輛的擁擠 這樣會讓這樣的一個 整個前鎮渝港的改造會大大的打折 交通的配套也非常重要 以後這個渝港會有很多觀光客 所以怎麼樣讓大家市民可以很方便過來 是不是要有立體的停車場 是要充足的停車空間 包括捷運是不是可以開到最方便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個市府團隊跟中央會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議會也會努力來監督 待完工之後 舒適的步道與美麗的景觀環境 渴望為漁港帶來更多經濟效益 串聯多功能的水產運銷中心 讓民眾可以來到這裡吃海鮮上夕陽 記者張世民連家翼高雄報導 我們要迎新登口 請參加軍紀錄 請示篇 謝謝 謝謝 別擁抱泡手 電影